大家都以為我暗箱核彈了嗎? 其實我核彈根本沒暗 我只是發射幾個飛彈 大家就這個樣子了 資深媒體人葛思琦 二次在快手直播的內容這樣說 在昨天的時候 也有網友丟出了張穎穎跟王小飛的對話 那個屬實嗎? 告訴大家是真實的 因為我早在四個月前就已經有這個資料 只是他們的資料有稍微微薄微弱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大家一起公開這些資料 第一個 就是當時懷孕的一些對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上面是寫王小飛表示說什麼呢? 這個視頻 這個畫面 是劫自於張穎穎的手機 小葛連續公佔媒體版面 昨日三日接受中天娛樂獨家專訪 我們在追先前提及的這一個選案 不少有一刀拼命的證據 證明照比較接近性的東西 重點是身邊 都不是只有他們兩人 大家都以為我暗箱核彈有沒有 其實我核彈根本沒暗 我只是發這幾個陪伴大家就這個樣子 之前您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 曾經有說過很多照片 身邊不是只有他跟另外一個女生 是很多人的 您做的核彈集是這一種 還是有其他更勁爆的? 這個我就不方便再透露了 核彈集的東西 有機會讓大家看到嗎? 當然這個這一生沒有什麼沒機會呢 只是葛思琦也說 因為汪曉飛有誠意的道歉車告 因此他不會作死 但也說汪曉飛曾為這段感情挨揍 也曾經前往KTV 與張穎大吵鬧到報警 其他的狗仔也有跳出來說 張穎穎好像 其實不只跟曉飛 就您的觀察 是這樣子的狀況嗎? 不用觀察 去爆料這個指數就是有 而且在 今年 今年年初 我記得是三月多的時候 我不是曾經說過 就是汪曉飛 有被揍的一件事情嗎? 那為什麼 其實已經很明顯了 因為汪曉飛跟張穎中 有一段時間是在吵架冷戰期 那段時間的冷戰的原因 大家他們也知道 那當然我知道 那我覺得再拉他去想 那那段時間 他們其實有一段冷戰的時候 剛剛好有一次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次 張穎穎在他的群裡面發了 他在KTV唱歌的畫面 那朋友就通知到了汪曉飛 那他們正在冷戰 你跑去唱歌 而且還跟其他男人 你說汪曉飛在生效現場不會生氣嗎? 肯定生氣肯定促性大白 在公體的純K裡面 就是開始有衝突 一直打到外面外場來 一直到有人說報警 他們才離開 這是兩個人互打這樣子 而不止兩個人 除了與張穎的感情糾葛外 小葛在直播中提到的 新汪女郎小羽 除了有金錢來往 恐怕有更多的證據 在小葛手中 因為當時汪曉飛所說的 這八王團是買了個美容卡 給誰呢? 給某個官的女兒 你今天說把這個東西 八王塊丟出去 但是卻有另外一個女孩子 自己跑出來 丟尾婆說 這八王塊是屬於我的 而且是 存有於來往 這個存有於是怎樣存有 我看沒那麼單純 八萬塊 反正台幣四十多萬 對於執行者 所告訴我的事情是 有 而且 這邊 我可能存在還有一些些 有關於小羽的 呃 就是實質的證據 所以 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小羽 判斷下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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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影片或照片的證據 這就給大家繼續猜想 聽了真想說 貴犬爭亂 演藝圈之中還有沒有 未爆出來的未爆蛋啊 最渣的 你剛剛講的都還不在名單上面 是誰 現在目前最渣的嗎 呃 我跟你說啊 很特別一件事情是 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爆料 都是同一個人 那 就是有爆料這些人 應該比較興趣 對啊 那這些爆料的人也很特別 就是 呃 講故事講得很精彩 拍照片提供的很微妙 那就是為什麼沒有 沒有一些很關鍵性的照片 就是因為 這個渣男很聰明 不會讓你隨便取得到他 有兩個人啊 或是比較親密的話 很聰明 所以這個王還是保護自己 保護得好好的 雖然有一些風聲出來 但是他並沒有 有實質的照片 是這樣子 嗯 我應該這麼說啊 其實 做壞事啊 事情最明白 最知道 那你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違法 對不對 那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會做不成功 出品